下一題我有點不太想講 那為什麼有人問你說為什麼你會這麼 早期大家應該都有看到驗士輪 後來為什麼它就突然消失了 如何讓自己的愛車玻璃變得明亮 潑水性變好 你可以使用Upside的玻璃維護劑 絕對好用 怎麼使用呢 吞在玻璃上面 會再附這個海綿給你 你就刷 當你兩邊都刷完了以後 再用清水把它沖一沖 沖乾淨就好好不好 請教他們給下雨上程 COP 剛才來了 今天靜態跟大分享 拿到10萬訂閱獎牌了好不好 謝謝一路支持我們的粉絲朋友 喜歡我的風格就是我不做錯 走自己的路 記得還是一樣啦 支持我們 訂閱我們 幫我們開啟小鈴鐺 之後發揮的版 他們弦的IG 還有他們弦的TikTok 好 消避商場 追起來 今天主要是要來回覆大家的問題 QA嘛 在講QA之前 真的想要發表一下我心裡的感受 凱莉頻道2020年的2月 到今年2023年8月 划過10萬 9月拿到獎牌 我第一個要感謝的 絕對是攝影師 雖然你平常瘋瘋癲癲的 我是 然後有時候又不太認真 有時候又不太會接話 但是人家他有進步啦 以前我一直笑他說 人家的攝影師都很強 那我們的攝影師怎麼 就奇怪了 憨憨 不太會回話 他其實本身就不是專業的攝影師 我本身就不是一個面對鏡頭的人 我們兩個都是門外漢 可是我們卻可以手牽手 互相的扶持到現在 沒有他 沒有我 真的 不是沒有我才沒有他 是這樣子說嗎 不是這樣子啦 不是說有我才有他 不是 是有他才有我 其實不管是明星 藝人 幕後推手 最重要 第一個感謝的絕對是他啦 好不好 攝影師 等一下下台以後 發獎金 再來就是支持我的家人 說真的 我的家人這樣子默默的在後面支持我 我都說怎麼流量不好 然後家人都會說沒關係 對不對 下一篇就會好了 只是現在人家沒有看到我而已 家人總是在默默的支持我 再來就是現在支持我的這些粉絲 是跟自己身邊的好朋友 對不對 是不是 實單 是 實單也是啊 實單就是我常常會在我的頻道曝光 洗車的 這個大概也是心裡的話啦 感激在心 再來四個字 莫忘初衷 我們今天就開始進入十萬的QA OK 來 開始吧 好 那粉絲 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大家想要知道 你的錢是怎麼賺來的 那第一個就問這個 錢很敏感 對啊 大概敘述給大家啦 不外無 第一個就是你的廣告收益 開頻道的2020 2021跟到2022年說真的 真的都只有一兩百兩三百美金 我們真的一直是到去年的第四季 流量開始起來了 我們的收益才慢慢往上走 這是一個廣告收益 再來另外一個就是業配 那業配比較屬商業機密 有興趣的請下我們的email 再來就是一個我們的業配嘛 再來另外一個 身後這些我賣的東西 大概是這樣子 好 來 下一題 下一題我有點不太想講 那為什麼有人問你說 為什麼你會這麼 哈哈哈哈哈 開玩笑 抽煙耶 我現在把墨鏡拿下來 從以前我小時候到現在長大 我說真的 我對自己的眼睛這一塊 雖然長得很很帥氣啦 但是呢 眼這個地方啊 又讓人家覺得好像有黑眼圈 有時候總是氣色讓人家看起來不太好 所以後來就會造就我拍影片的時候 我就戴著墨鏡 我眼睛已經漂亮成這樣子 雙眼皮已經漂亮成這樣輪廓已經生成 跟外國人一樣了 鼻子挺得跟外國人一樣 如果再把黑眼圈整個全部拿掉 完蛋了 剪輯師翻白眼 到底是有誰能跟我比 好吧 所以說這一題帥不帥 我個人是覺得我其實 還是有一些些我自己有 那麼一點點自備啦 所以我還是把墨鏡戴起來好了好不好 好 來 再來下一題 人家問說DCT DSG四驅走走停停 上下坡的開發 QA問這幹嘛啊 他講的是雙離合器啦 四驅走走停停 我建議有Auto Hold的你使用Auto Hold 那當你停住的時候 煞車踩下去 前面的車在乳洞的時候 你能不動你就盡量不要常態一直在乳洞 要動的時候煞車放開油門就把它補下去 你油門補下去它都會完全結合 你如果沒有把油門補下去 它會像乳洞這樣子 它離合器就會變要接不接 要接不接 上下坡的開發 建議可以用S檔開會不錯啦 來 下一題 當初怎麼跟攝影師認識的 在我以前在做服飾業務的時候 他是我的客人 我就要洗他 你知道嗎 他問我說服飾好不好 廢話當然很好啊 Polo GTR好嗎 我說讚 我告訴你 當時限量可能才可能一兩百台 馬上就畫出他 馬上叫他晚上就來簽約 所以他以前是我的客人 在某一天的某一個晚上 某一個風高月黑的晚上 是風高月黑嗎 是月黑風高 是月黑風高 他就說 他覺得我很適合面對螢光幕 他就換他洗我了 你知道嗎 大概是這樣子 那個有些東西我等著再說 好不好 下一題 2024年1月6號 自由發揮湯姆賢 要在中部的深美園 發一載大車去 Freedom Car Meeting 有閒來都正 好不好 報名表就在影片下方 你是廠商想要來參加的 或是你是廠商想要贊助我們的 好不好 不要客氣 請叫自由發揮湯姆賢 我們1月6號見 再見 最喜歡去旅行的國家 這一題要問誰我最喜歡去的旅行國家 都想去 如果未來幾年慢慢開始 由 復轉正 至少我想要去看大聯盟 因為我想要看那個 有沒有 大苦祥平啊 再來我想去看奧運 再來我想要去看四足上 這個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來 下一題 這題就是粉絲硬要求的啦 蝦皮商城 有時候可以做折扣 蝦皮商城是不是 對 專長 哈哈哈哈 搞得沒有 我10萬訂閱 大家有說到 我回饋給大家 東西我也買好了 iPad 10代兩台 AirPod Pro 二代 二代三個 Apple Watch 4 4 mini的 三支 還有這個 他們先新做的 香片 這個是用Chomaron的黑石榴 再加木質箱 怎麼得到這些禮物呢 我在蝦皮做活動 11月1號到12月15號 消費滿2000 除了送你這個香片以外 還會有一張摩采券 全館免運費 我們會在1月初 我們會做抽獎 到時候會另行公告 公正公開 透明化 可以嗎 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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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 汽車業務的生態是什麼 以新車來講 因為現在的資訊太透明 連你想要賣你的好朋友的時候 你的好朋友都會告訴你 你是不是賣得比別人貴 今天明明這台車子 比如說折價只有5萬塊而已 折到6萬 折到7萬 折到8萬 可能真的都要拿到你很多獎金 甚至拿到你未來的獎金 來貼這台車 客人跟業務員施殺 業務員跟自己同事施殺 這些同事在跟他們同品牌的人 互相施殺 就是這樣子 下一題 這題我覺得你應該可以講很多 那當初啊 你怎麼會有勇氣 把你之前的工作辭掉 專心的去做YouTube這個工作 就是因為汽車生態 資訊透明化了 你把熱忱 把專業 把服務拿出來 你告訴客人 客人只會跟你講 你媽的 你就是比人家貴 服務嗎 跟垃圾一樣 這個行業別我做不下去了 沒有熱忱了 當我沒有熱忱的時候 我想轉行 撒嬰薄勒 我沒有撒嬰 一樣做業務 因為我剛開始我不敢馬上離開 我一離開 我的經濟來就斷掉了 二月的時候 正式開始拍影片 陸陸續續的一路都有在拍片 可是那時候 我是同時在服飾當業務 為什麼離開 為什麼有勇氣 主要對汽車產業厭倦了 看不慣客人了 現在來試試看 你不爽看你就不要看 你留言酸我 我就酸你啊 做業務 稍微講兩句不好聽的 晚上就被客訴了 好不好 下一題 早期大家應該都有看到燕士輪 後來為什麼他就突然消失了 燕士輪啊 我們兩個還在服飾 我們還在職嘛 所以我們要拍一些汽車相關的 當然不能脫離服飾太多 不然總是會被公司講話嘛 那時候我又需要幫手 半推半救啦 他都說陪我去飆車啊 在服飾拍了一年 走了一年了以後 有一位客人他正式告訴我說 他覺得 你不要這樣兩條路一路走 兩個會變似不像啦 他跟我分享那句話完以後 我毅然決然的 下個月我就提離職了 我就問燕士輪說那會不會想要繼續拍 後來他就去BMW了嘛 我就繼續拍我的影片了 我就離開汽車產業了 他到了BMW 當然他要專心工作 他就不能再像以前這樣子在陪著我拍片 後來慢慢就 燕士輪就沒有拍了 好不好 OK 來 下一題 要洗車前先用鐵粉軟化劑噴輪框 尤其是歐系車的 煞車粉層非常的厚 洗車前你先噴 噴好噴滿 噴一噴等等再用水把它沖掉 你會就很好刷你的輪框了 讓你很輕鬆的清除你車上的鐵粉 替我那請嚐湯姆姆的蝦皮商城 湯姆姆有買過什麼樣的車子嗎 這個也要講起來漏漏噴 在我坐車子碰車子 在2003年去了 對 講重點啦 W203的C240 W203的C32 W211的E25 那時候還是開碗公 那時候總代理還沒有 那時候都是貿易的 也有買過W209的DLK320 那時候也開過FX35 以前我都叫做忍者龜 2010年以前的這段時間 其實碰過很多車 可是那時候還是很愛賓士 那個年代 那後來我開始進入Audi賣車的時候 印象最深刻就是A4跟A5 A4就是A1 A5那時候就是Sportback 本來其實是想要買GTI沒有錯 好結果沒有 我就弄了一台金規車來開 那台金規車目前是留最久留到現在的 中途呢 當然我有開過保時捷 大概是這樣子啦 因為經過的車子很多啦 在我的經歷 出現一台國產車 就一台 福特的Escape 我記得還買3000cc的 好不好 OK 來 目前主頁是什麼 我主頁現在就拍YouTube 這個問這個問題是說 拍YouTube是不是都還有主頁 比如說你是做律師的 做老師的 你本身就是商人 我本身就是在賣車的對不對 像小師哥那樣子啊 像那個阿馳他們本業都是賣車的 我不是 確實我可以 但是我不要 我只要把我的頻道經營好 把我的流量做好 把我推薦的商品賣好 下一題 人家問說你目前私人做家 啊靠腰啊 不是一樣了 我現在目前 有在開的 目前兩台車啦 就是福斯嘛 這台金規車他跟我跟很久 我不是要替福斯講話 福斯的車子沒有到很好沒有錯 確實他一路走來 從以前我們不碰他 到後來我來了奧迪 來了福斯 我發現他們進入的MQB 真的都在進步 花一樣的錢 你買福斯CP值 性價比很高 當你福斯奧迪 B&W 賓室 你都開過了以後 你會發現 福斯在操控駕馭 跟各方面的穩定性 安全性 真的不輸 這些豪華品牌 再來目前還有開一台B&W的車子啦 但是金規車還是比較常開啦 哈哈哈 好不好 下一題 這一題其實我不太想講 那麼多人想要看我長什麼 什麼樣子 要不要 來 你現在來一下 唉唷 快點來一下 唉唷 來一下快點來一下 唉唷 來一下啦來一下 唉唷 我們不要了 你不要拿小鴨鴨來 好啦 攝影師他跟我一樣啦 可能他也有一些自卑感啦 哈哈哈哈哈哈哈 有的人他就不喜歡露臉啦 有的人他就不喜歡面對鏡頭嘛 那他就是我的幕後推手 鼓勵我 可以 幫助我這樣子 好不好 聲音可以出來也不錯啦 好 好不好 下一題 那這個也比較隱私啦 好 人家想要知道你目前收入來源啦 有嗎 其實剛剛前面有說了啦 簡單講就是 唉唷 要不要直接放回放就好了 唉唷 我們第一題就講了啦 哈哈哈哈哈 真的啦 反正就是UYT嘛 業配嘛 再來就是賣商品啦 推薦好的東西 粉絲朋友跟我買了以後 好用會回購 好用會介紹 好用會持續的分享 對不對 沒錯 就是這樣子 好不好 來 DQ200的通病到底是什麼 啊這個 這個可不可以私下問我就好了 還是有人不知道啦 其實DQ200走到現在真的通病不多啦 也許久了會換到法體 合理 它可以算是一個耗材 現在換法體可以整修 所以跟以前早期也不一樣了 我個人用下來我覺得雙禮二氣是優點大過於缺點 好不好 這個分享給你 來 這麼懂車 你是汽車科系畢業的嗎 不是 我在國小的時候 我就知道說要買什麼車子 對 的玩具車 就很喜歡研究車子 研究人家的爸爸開什麼車 鄰居開什麼車 譬如說這個1995年的車子已經有配電動窗了 就很注意車子的小細節 一路這樣上來後 出社會就一直接觸車啦 我不是做汽修的 但是我很喜歡車 從年輕就很喜歡 小朋友就很喜歡 好不好 大概這樣子 10萬訂閱的未來方向會有什麼改變嗎 原則上我固定禮拜四上片是一定的 YouTuber 那未來可能會針對一些 可能 譬如說以前我拍過閒閒哪裡去 拍一些狗屁拉渣的 或是拍一些廢片 我可能會放在禮拜一 大家拭目以待 到未來我另外的方向是 我還想要開新頻道 我想要再扶持其他人 有興趣想要做頻道的 TikTok我們也是持續的不斷的在更新 拍汽車是目前是不會變 沒錯 可是我想要再把路走廣一點 大概是這樣子 大字傑的電動車 大家問說可以買嗎 我也怎麼知道可不可以買 對啊 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買啊 但是你問我會不會買 我是不會買啦 東西要等它出來了 在路上跑了 好不好 這一題真的無法回答了 到底是問自己幹嘛 大家想要看你泡大字傑 不要再泡它了啦 然後再來就是 帳片頻率會越變越多嗎 現在是週更對不對 未來可能就是會再多放兩更 放在禮拜一 放一些廢片也好啊 放一些時衣住行也好啊 他目前日常也好啊 或者是我跟攝影師的日常啊 我平常怎麼欺負他啊 好 下一題 大家想要問說就是 想入行的新鮮人建議啊 不管是YouTuber 不管是TikTok 年輕人想入行 我覺得在目前現在這個時代 是很多人想要跟我們這樣子做新媒體 你們可能覺得啊做新媒體 好像光鮮亮麗 每天都吃喝玩樂 然後好像過得爽爽的 不要只看到那個大頻道的啦 好不好 人家那個都做很久了 開跑車住豪宅 把剛剛我說那個先忘記 你想做你就開始慢慢拍 做什麼 做你的專產 你想要拍廢片也可以 只是你拍的廢片要夠廢 那你現在如果有工作 你可以持續先工作 多花點時間去從事新媒體短影片 加油啦 沒有什麼不可能的 我們這種Pron Kong的也可以拿到獎牌了 我覺得我今天講的確實 我沒有Re過 我希望拍出來的東西 它就是很真實很接地氣 其實拍QA我本來也不想拍啦 這也沒什麼啊 那平時你問我就好了啊 對不對 你想要Donate我就有那個超級感謝啊 超級感謝 就是我就會回復你了啊 因為這些東西都是我在回復的 YT TikTok IG兩個 本師團 全部都是我在回復的 不會有第三人 那未來如果你們希望我拍什麼的 你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啦 今天QA大概就這樣子啦 謝謝大家啦 真的 三年多來 我真的很感動啦 真的從來沒想過會走到這一步啦 是不是這樣子 真的 如果說我當初拍片還是怎麼樣啊 都替車講好話 或是說講話也沒有 炮火 盆平淡 其實你也不會看我啦 但是如果說我用誇大的方式去拍片 可以增添有趣增添效果以外 也可以把最真實的分享出來 就你們就中了啦 今天影片就這樣子囉 謝謝大家 好不好 下次見 再見 那麼arms э